欸 你們怎麼一進來就動我的東西咧 什麼東西 動了我的心 你也動了我的心 欸 反對了 嗨 歡迎你們 你們知道我叫什麼名字嗎 我是愛妮貝子 最後學生籃球聯賽落幕 大輪國中和復興國中拿冠軍 中華職棒獨步全球率先開打 卻英語言賽 慈一羅發起居家健身 挑戰大家核心強度 羅家姐妹來踢館 一起來挑戰防疫神器健身環 歡迎收看本週的PVY顆粒 我是小編 韋伯 我是小男 那前兩週我們都邀請男生來玩 所以我們今天要平衡一下男女比例 今天我們請到的是 世新大學的羅家姐妹 裴真跟裴怡 歡迎 哈囉 大家好 我今天特別害羞 那兩位身為MVP姐妹 從浦門高中到大學都拿過冠軍 要不要跟我們分享一下 在小巨蛋拿冠軍比賽的心得 裴怡都說小巨蛋就像是他家了 因為我覺得上家是因為這陣子 不是這陣子 就是 這陣子還有回去 哈哈哈哈 就是因為每一年都有回去 所以很多回憶都在裡面 都在小巨蛋裡面 所以我覺得感覺就像上家一年 那現在兩位也是已經開始 跟WSBL的台員隊開始練球了 來分享一下開始練球之後的生活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之前是在世新的時候 也會有成操啊什麼 所以會特別的累 但是現在就是比較都是晚上在練習 所以就不會相對比辛苦 效果還滿好的吧 因為吸收會很快 學姐也會講很多很多的經驗 然後我們就是盡量能去學習就去學習這樣子 那那時候打四場賽的時候 打了三OT 要不要來跟我們聊一下 現在腳 現在腳還會酸嗎 對啊 現在不會 但是那時候 因為禮拜天打完 然後我大概酸個 禮拜四吧 然後我問姐姐 因為她也抽筋 然後她說她也是耶 她說她也是抽筋 然後就差不多那個時候這樣子 第二個OT的時候 我想 怎麼又來一個OT 然後沒想到 打完第二個OT之後 又來一個OT 我就 到底要多少個OT 我快累 很快 期待羅家姐妹到台原女籃之後 可以繼續帶給我們精彩的比賽 但由於疫情的關係 今年原定4月13號開打的WSBL 被迫要延後開打了 幸好台灣籃球沒有SBL 可以看之外 還有上週剛結束的JHBL 最終是由大倫國中 跟宜蘭的復興國中 分別拿下男生女生組的冠軍 講到宜蘭又講到國中籃球 就要來問問兩位 聽說你們的籃球生涯 是從國中開始的嗎 從六年級就講 是因為那時候 姐姐已經去了國中 然後教練就好像有看 因為我在旁邊玩球 所以教練就有看到我 然後就問我說 那你要不要一起 提早進來啊 這樣系列 那這時候看到就是 妹妹說要加入球隊的時候 就是 這時候姊姊支持 就是妳是支持的嗎 沒有其實她會想來 想來跟我一起打球 原因是因為她在家裡 妳太這樣 妳太這樣 妳太傷心了 所以她會覺得她不能沒有我 所以她就來了 真的假的 真的嗎 真的嗎 妳今天小時候比較 就是喜歡跟在姐姐旁邊 對所以就會 她去的時候就會每天 每天 對 每天就是這樣 每天就是這樣 然後媽媽就覺得 不行 她太猶豫 對我太猶豫了 然後就 還是一樣 就是把我去 收到我自己家裡 好那 剛剛講到國中 那兩位要不要分享一下 國中練球最難忘的回憶啊 像是說 練球的辛苦啊 還是第一次打正式的比賽 那種感覺 還記得嗎 我比較有印象 國中階段我是 好像美女和保育教練 所以其實 妳要去適應 其實國中就是 妳就是很辛苦的練球 然後 高中 高一沒進 對十八強 所以我們也是牙力很大 不過後來 都還是有 持續的努力練球 所以我覺得還好 對然後就是 國中 真的是第一次參加聯賽 那種感覺 真的很不一樣 因為聯賽就是會有 新聞啊那些 然後就會有 記者去採訪一些 然後之前都會講話的時候 覺得 不知道該講什麼 然後看到鏡頭就會很緊張 對但是慢慢失音之後 就覺得 其實也沒有想像中這個 所以現在這個環境對妳來講 已經非常習慣了 就還是會有一點緊張 但是已經 慢慢習慣了 接下來關心棒球消息 上週領先全球 獨步開打的中華職棒 在桃園球場閉門舉行 指引了海內外媒體來關注 因為全球各大職業賽事 都因為疫情的關係 遲遲無法順利進行 中華職棒成為地表上 第一個開打的職業棒球賽事 不只防疫超前部署 連行銷方式也非常特別 像是樂天桃園推出 客製化的假人行銷 好就是你們知道那個假人 大概長什麼樣子嗎 大概是這樣 對對對 他會放那個人型看板 或者是那個 我們去買衣服的那個model 然後幫他戴假髮穿球 那我好奇是兩位覺得說 如果在籃球場 因為今年你們打UBS 閉門開打 那如果在場邊出現這個東西 欸你們覺得還OK嗎 其實我們在比賽前 其實我想過也是假人的概念 就是我們乾脆自己做自己的 人機牌放在旁邊 這樣子 這樣子 最後是沒有做成 對啊就沒有啊 我們也是開玩笑 沒有想說真的連那個 職棒也真的有這樣子 對啊 只有這個念頭 但沒有真的做這樣 那你知道他們其實可以 克制觀眾的頭 就是我如果真的是 時鐘球迷我們可以克制 那如果你們要做這個的話 你們要提前跟我們小燃說 我們兩個可以 贊助一塊板子 然後把自己的聯繫 對我們兩個自己的聯繫上去 結果是我們兩個的聯繫 這樣你們OK嗎 可以可以可以 如果要做要提前跟我們做 那如果做不到你就會說半鬼了 半鬼了 好像很醜而已 然後比較多那個鏡頭 然後就是寫鏡頭 然後突然take到觀眾的時候 就直接 對對對對對 雖然疫情讓大家的生活不太方便 不過運動員們也沒有因此鬆懈 像是之前介紹過的 NBA球員開發第二專長 還有足球員T衛生紙捲筒的挑戰之外 現在也有越來越多球員 來分享他們的居家健身菜單喔 像是這位沙灘排球員就分享 他在家邊帶小孩邊做家事 還可以邊運動的影片 簡直是特技表演 還有C羅漢運動品牌發起的核心挑戰 看了肚子都燃燒起來了呢 好那這邊就要問羅家姐妹 聽說在疫情這段期間 和隊友拍攝了這個連續大 就是連續劇的經典大作 要不要跟我們分享一下 台原人生的構想 然後那時候是 記得是有一天晚上 然後就是練完球 然後有個學妹很喜歡看泡阿蝦 對 然後有另外一個學姐 就在用IG 然後就發現了一個特效 就覺得特別的好笑 所以就想說 那我們來用這個特效來拍 一部 台語 泡阿蝦 台語的嘛 對 台語就是短短的影片 然後就 沒想到就這樣 探測世界 我們就是就突然想了 對 我們就是拍以前 要不然就是前一天就有些 就突然靈感來了 靈感來了 我們會隨時改 我們會隨時改 我覺得比較好拍的 我們這樣拍 然後太隨時隨時改 所以會NG重來嗎 會 會 大概有大概的劇情 走向 對 還是有劇情的 所以是會流連續 會連貫 會連貫 喔 這也是目前 目前到 演到第幾集 對 演到第幾集 第四 欸 第六集了 不是 我覺得 沒有 我覺得很好笑 是我們的台詞好像又超過多 好好 那有沒有辦法宣傳一下 我們可以幫你們宣傳這樣 大家可以去看 好 那個帳號是 TY 下曲線5560 欸 5566 欸 怎麼會忘記呢 瞬間 好 剛剛講到在家健身 所以我們馬上就要來推坑 羅家姐妹這萬惡的健身環 你們兩位有看過這個 或有玩過這個嗎 沒有 還 有看過 那平常會玩Switch嗎 會 會 那等一下喔 我們玩完之後 輸的會有懲罰喔 就是二選一的快問快答 所以我們現在話不多說 趕快開始 好 既然羅家姐妹都沒有玩過這個健身環 那我們地主隊先來示範 不能漏氣喔 好 好的 好的 累的時候要縮喔 我是不是還沒有miss過 對 可以 我把腳趕快按摩 阿 阿 算了 算了 而且他蹲 這個蹲超低的耶 所以感覺很累 可以 可以捏 蹲蹲 欸 累到了 累到了 站起來 累到了 在這邊 包 方向盤 打三圈 一圈半 一圈半 好 回正 所以我有沒有剛剛玩 大概是過多久之後開始算 我有感覺在這裡 其實我 然後 他一直叫你蹲的時候 你腿會很帥 但是其實手我覺得還好 不會到很難 但是就是 拉開的時候很難拉 你可以一直壓著 壓 欸 看什麼 轉轉轉轉 我剛剛沒有笑 我剛剛的認證在幫大家加油 拉 拉 拉 輕鬆按 拉 欸 我是不是不能去考駕照啊 覺得小楠姐姐玩得怎麼樣 欸 結束了 哈哈哈哈 我是這樣 好 剛剛最低分的是 我們小邊小楠 所以現在進入的就是 快分快打 二選一的挑戰 呈 懲罰時間 好 小楠來 四星大學 呃 四星大學 唉唷 韋伯 潘韋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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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天桃園 樂天金舊 樂天桃園 欸 你不要夠多給我挑第一個喔 根本沒在選 攝影機沒交 跟收音報音 攝影機沒交 我都挑第一個 一百萬現金 一千萬現金 跟月薪十萬的工作 喔 這個好難喔 月薪 一百萬現金 一千萬現金 一千萬現金 那就感謝今天培真培怡來到我們節目跟我一起玩 去點出他們的 台原人生收視長紅 然後未來的秋季可以更加進步喔 呃 歡迎大家訂閱PV家的YouTube頻道 追蹤跟按讚Facebook跟IG喔 好 下禮拜再見 掰掰